HELLO 大家好 現在是13小推介的時間 來到星期六十三場 大阪飛的主場是六島六角 六島六角比較熱一點 1.94的主客禍 介紹一下讓球給大家 六島六角就讓平手半球1.81 怎樣選擇呢? 可以看看積分榜 六島六角暫時是23分 排第六位 距離零星的FC東京 差7分的距離 踢了差不多半季 還有幾場球 希望打後時間有力 上回到頭的三位 看看能否得到冠軍 主場的大阪飛腳 厲害了 上當年的冠軍 現在第16位 比較差一點 由上季中到現在 不知道是甚麼球 他不需要講班 算是很幸運 他入球方面 16球 失球是30球 非常驚人 在一隊名牌球隊裏面 但近來 數據上 踢得不錯 亦有幾場勝出 但大家要看清楚 他勝出的那些 是日聯盃 剛剛一場 主場勝出 大阪櫻花 1比0 大部分 在聯賽中 亦輸給廖西沙岩 1比3 和和東京 輸給千利維加泰 其實戰績上 聯賽中 比我感覺上 非常差 6-6角 不同 當然 他應付幾場 阿冠盃 力不從心 可能 那一場 剛剛對著 FC山東 開過客主 因為 上半場 山東 贏了一顆 在下半場 反復之下 反勝2比1 導致 他這場 作客列車生暗 可能有些 不專注的情況下 輸球 其實 除了幾場 阿冠盃 其實他作客 或主場 成績 所以 在這場 作客 飛的情況下 小樣 叫做 平手半球 1.8 當然是值得去搏